歡迎收看今天的《明報多倫多》5點半新聞直播 今天是8月22日 回流回加拿大的居港家人 稅務申報要小心 車時放在鐵盒裡也沒用 拆人偷車不用三分鐘 因為香港近期局勢緊張 而又想再次回流加拿大的居港家人 如果我不想被罰款 稅務申報要做好 特許會計師梁孟邦表示 對於在回流香港之前 按照法律要求通知稅局自己的去向 成為了非稅務居民的人來說 申報手續很簡單 回來之後只要向稅局報告 並申報自己在全球的西洋狀況 包括香港的退休金就可以 不過關於海外資產的申報 最好都是請回一個 公信力比較高的評估機構來做 否則可能會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對於那些在回流香港之前 沒有照規矩申報的人來說 情況就不一樣 那些人再分為無意 和有意不申報的兩種情況 無意不申報的人 又例如除父母移民來加拿大 大學畢業之後就回香港工作 在加拿大從未報過稅 離開的時候 也沒有向稅局表明自己已經變成非稅務居民 但他們的銀行帳戶還在 歐脅都沒有取消 不過從來沒有用過 也沒有享受過安散的任何福利 梁曼波說這類人回流回加拿大之後 只要如實向稅谷那一名情況 表明自己是無心之失 一般都不會太過刁難 但對於那些故意逃稅 或者在加拿大福利系統中找著數的人來說 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一些離開了加拿大的香港人 將自己的先借給其他人去報稅 造成自己仲在加拿大的假象 然後心安利得 拿牛奶金 地稅退稅等福利 還有例如 將名下馬業出租 但不申報自己的租金收入 或者自己在香港 有上百萬港元年薪 但在加拿大這邊 只是申報自己的萬多元收入 讓稅局以為自己是低收入人士 然後領取更多的福利 這樣做就是明知故犯 隨此而來的處罰也會相當重 近年多宗汽車被盜的案件 被廣泛報道之後 很多車主都已經懂得 將無線車匙放在金屬盒裡面 防止被警察截取信號啟動汽車 但最近有一名華裔車主 將車匙放在金屬盒裡面 仍然被警察用不到三分鐘 就成功偷走他的靈智SV 他就懷疑警察可能有內應 因為他在車輛被盜當天 曾經去過車行換油 而他回家之後又把車匙收好 所以除非有其他途徑 取得車輛的無線訊號 否則他們照理沒那麼容易得手 他表示保險公司已經和他 就車輛被盜問題達成和解 但他就還未開始找新車 他說是因為想確保他買的下一輛車 不會是可以被警察輕易偷走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昨天在Shopper駕Millan 一個婆婆被撞死的致命車禍 展過婆婆的白色房車司機仍然在逃 在昨天早上11點 一部大貨車沿Shopper東行 又轉入Millan時 撞到一個過馬路的76歲女長者 女長者當場死亡 而貨車司機則繼續沿著Millan南行 幾分鐘後 另一個司機開著白色房車 同樣由Shopper又轉入Millan南行 再撞上女長者 並將他拖人至較遠的地方 司機的事後 還曾下車查看 不過最後並沒有留在現場 再逃的年輕男性司機 身材高大 中式皮膚 警方呼籲市民提供線索 下個月13日就是中秋節 多人多的市民除了可以欣賞真的月亮之外 還可以帶著月餅去Gardina公路欣賞人造月 下個月10至15日期間 一個7米闊的人造月 將懸掛在Gardina公路 近The Bandway的位置 作為月亮博物館的部分展品 市民可以免費欣賞人造月 這個人造月是由英國藝術家設計 外表是由美國太空總署NASA數碼打印出來 更加真實 人造月在剪爛期間 每個下午都會上升 到了黃昏又會慢慢下降 而且會有光在裡面發出 在晚上會顯得特別明亮 人造月在剪爛期中 也會有其他活動配合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玩一下 東南多今晚氣溫14度 明天日間平均氣溫23度 今晚的油價是118.9 明天預計會是無聲點 現在看到香港新聞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職員 鄭文傑在深圳被行政拘留一事 今日有新的發展 他《內地環球時報》 引述羅湖公安的說話說 鄭文傑是因爲在深圳嫖妓而被抓的 羅湖公安說 8月9日 香港居民鄭某傑 因爲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6條規定 被羅湖警方 處以15天的行政拘留 第66條規定是 賣淫、嫖娼、處10天以上、15天以下的拘留 並且可以處以5000元以下的罰款 在公共地方拉客招嫖 處5天以下的拘留 或者500元以下的罰款 而鄭某傑是被處以15天拘留 至於爲何沒有通知鄭某在香港的家人呢? 羅湖公安說 這個是鄭某本人提出的 公安是按他的要求去做 在聽到羅湖公安公布事情經過之後 鄭文傑在香港的家人用了6個字來回應 就是公道、自在人心 《人民日報》在今天發表評論 說昨晚黑衣人在西鐵元朗站瘋狂破壞 港鐵不但拖延報警 事後更快專列護送 被暴徒免費坐車 謝一幕讓人看不懂 評論又說 任何公營機構一旦縱容暴力 就是拿公眾安全不當回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昨晚期也在Facebook質疑港鐵包庇暴徒 要求港鐵主席歐陽白權回應 港鐵在當晚就發出新聞稿回應 表示鑑於近期 多次有人故意破壞車站內設施 影響車務正常運作 以及辱罵車站職員 甚至威脅他們人身安全 港鐵說將就車務安排再出新的應對 如果站內發生打鬥、破壞及其他暴力事件 港鐵有可能在沒有預先通知下 即時停止有關車站運作 和列車服務 甚至關閉車站 公司也明白警方有需要時 會進入車站執法 現在看威脅新聞 威脂亞最近去了拍鬼片 她說拍攝期間見到很多髒東西 我們看看她有什麼靈異經歷分享 不同的人又遇到不同的事 包括我都試過 我見到黑影 但是我是見到 然後有一次就是 很多人在一起 沒有人的 黑影進了一個牆 來探班的朋友 親眼見到 有個伯伯站在房間裡 之後因為我太害怕了 有個師傅見到我 害怕到 直接拍不到電影 我每天都處於一個很迷蒙的狀態 最後就給了一條繩子 捲著我 帶著在身上 就沒有那麼害怕 寶惠姐就給了一些厲害的東西 她是鬼后 她就給了一些扶水 她說總之你怕你就噴了 全屋 我最後就這樣倒過 噴在身上 噴到處噴 噴在房間 噴在臉上 我也害怕 所以要笑 如果不笑都會害怕 不過我有辦法 晚上我就抱著一支結他 這樣彈結他 一邊彈結他 一邊睡覺 一邊彈結他 想著如果我 有些漂亮的音樂 給別人聽 他們會覺得 會喜歡我 或者不會來欺負我 然後就唱歌 我自己 希望這樣可以睡得著 她很好的 她是我們的陽光 她入組之前 大家都是很害怕的狀態 她入了之後 全部都很健康 她又會在片場 教我們做瑜伽 然後又會 一早叫我們起床 一起上瑜伽課 她是老師 還有煮早餐 還有煮早餐給我吃 我覺得很甜蜜 很好啊 她 還有會在現場彈結他和唱歌 給我們聽 她帶了個陽光來 當然有 當然有 因為 這次應該不少 真的不少 我應該第一次拍鬼戲以來 最多的 見到 我首先 因為我們要去空宅 只是整間屋拍了很久 我第一天進去化妝間 我已經發生 發現了 有什麼事 就是 舊舊黑色的東西 在角頭 在幾個角頭 那些黑色的東西 在我來說 其實是髒的東西 很明顯 我拿一些符水出來 不斷噴 不斷噴 我噴完之後 我幸好在那裡拍了兩天 我就走了 因為我有場戲 我其實是要 被一隻小朋友的鬼 去殺死 在戲裡面 我躺在那裡 很辛苦 然後他還要騎上 在我的身上 又找針刺死我 我拍拍 我看 為什麼這麼熟悉 就是恐怖在 在二十年前 我自己家裡 在香港的家裡 我有一晚睡著 忽然間 我不能動 不能動 我就是見到一個 媽邊五六歲的女生 站在我肚子上 再到二十年後 我竟然拍戲 是同一個情景 就是一個媽邊女 一個媽邊女 無論樣子 她的造型 和她的年紀 和她的年紀 都是和二十年前 站在我身上的一模一樣 你想想 我記得 我見完鬼 但是 我二十年後拍戲 會拍到同一個情況 我就很希望 快點拍完她 就不要搞了 其實你覺得 我是有完肢能力的 我有時會的 我會的 我會的 其實我會的 例如有一次 有個朋友 她說她太太 有事不舒服 她問我 介不介意 可不可以介紹師傅給她 我說 我說 我不介紹師傅 我先感應一下 我看你什麼 結束後 我是感覺到 我說 我看到她蹲了 有一個胸 掩著一個胸 我說是否 是胸癌 是 原來真的 原來真的 其實我也很開心 如果我可以 用到這件事去幫助別人 我是非常感到 今天新聞報道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愉快的晚上